if error函數的運用,你看一下喔 這個我們再把它刪掉一下 公司先下好了,對不對? NA,為什麼NA? 因為這個rank0Q是這裡抓結果,沒有勒 那這裡也刪掉,還可以 加總看一下喔 等於sigma,不用sigma就好了 Sorry Escape鍵 點sigma的時候呢,把我加總起來,對不對? 那average呢,在常用標籤的這裡平均 這大家熟到不行了 我把這四個選起來做平均 好,按兩下搞定 名色出來,按兩下搞定 你看喔 這個sum的函數呢 如果分數都沒有的時候,加起來就是0,沒有問題 可是這叫錯誤訊息 因為你沒有東西叫我平均 它就出現這叫錯誤 在escape有七種錯誤的提示 我也背不起來 像剛剛出現這NA,Vlookup出現NA 這個是什麼? division,就是要平均的時候 它不能出 你沒有東西叫我平均錯誤 所以這些怎麼辦? 外面在包什麼? if,error if,然後呢 按兩下 刮鬍 對不對 對的跑你自己 錯的跑我什麼? 空白 我們會這樣修飾過 這樣才可以 所以呢,有東西有 下面沒有受影響 如果把它刪掉,它就會變 空白 那有資料呢 至少有一個,它就會出來了 通常我們會這樣做修飾 就不會讓這地方 沒資料的時候出現 你看我把它刪掉 就不會出現那種什麼NA的 如果沒有這個就很慘了 好吧,我再把這一層再刪掉 average 往後面 他說不能糾正,這有錯 這個有錯的 還多了一個又刮鬍 修正 這邊多了一個刮鬍 配對 就發生錯誤 來,你試一下 原理你懂齁 sum的話呢 沒有可以加零 但是平均不可以 外面再包個if,error 來,你再試一下 來吧